吴大海是一名刚加入无二之旅的旅行定制师 从小在海外生活的他 希望通过回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海归受西方文化影响也是挺大的 他们对一份工作的认可是来源于 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热爱的程度 以及自己的一个梦想的把握 除了一份标榜自我的工作 吴大海还有另一份人生期许 那就是寻找一个心心相应的爱人 那时候是在新西兰的飞机上 选完一个那么漂亮的国家 如果身边没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分享这么美丽的风景的话 觉得有点孤单 为了找到和自己环游世界的另一半 吴大海报名了国内知名的相亲交友节目 《非诚勿扰》 我是一个热爱旅行的小伙子 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欧洲 这次回国 我也成为了一名私人旅行定制师 主要为客户贴心定制旅行路线 制作旅行图一路 这些都将是每一位客户 独一无二的专属 我们是属于私人定制人心 对 其实我们没有一种 就是以承袭的路线 我们是为每一个人 以客户的要求制定 圣户的路线 我觉得去希腊的话 最难得也是最珍惜的一点 就是能够在那儿发呆 能够在那儿看着蓝天白云发呆 结束漫头都失业了 对 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 把世界 把世界这个美丽的花园 好好地看一遍 一看女生你们最 看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想走的心 想要走就是一个走 不顾一切 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 我也有一个就是想走就走的心 我觉得很多人对旅行的态度 能够看出她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所以当女嘉宾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是想责她的 回国后的吴大海 相继收获了自己理想中的事业和爱情 旅行定制诗 这个带有梦幻色彩的职业 在现实中 却并未有人们想象的光鲜艳丽 旅行定制诗 被称为全世界最幸福的职业 我可以让你住 你想住的任何一张床 我可以让你吃 你想去的任何一个食物 这就是法兰克福最最特色的东西 这群年轻人致力于为客户量身定制专属旅行 他只有想说我喜欢什么 我要去什么 那至于怎么划成一个合理的一个线路 这个就是完全交由我们旅行定制师 作为一个旅行定制师 不光要自己会玩 还要会帮助你的客人一起去玩 一对新婚夫妇 希望拥有独一无二的蜜月之旅 他们告诉我 真的是希望我能跟他们一起去 这和雷涛的一系列描述 带给我们一种憧憬 旅途过程中 却遭遇尴尬不断 我这个品牌 简单的有一个介绍 做起物来说 逾越多的很高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他们真正感兴趣 其实就是购物 我自己对购物 并不是非常了解 定制旅行 在怀抱商机的同时 也面临诸多挑战 这个新兴行业 究竟能走多远 当中了最路过艾斯基尔的 所以就是这辆车 这个地儿是格林兄弟出生的地方 然后其实我现在还在等坐 有人下车以后就被坐了 我那时候是挺痛苦的 我还崩溃了 在德国碰不到 火车满源的话 也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全程 我都在给他们找座位的感觉 找到就让他们立马坐着 到后来我一直没有座位 我只能坐在车厢的外头那边 然后我也不能挡路别人挡 我只能这样去坐 雷涛为客户安排的蜜月之旅 第四站是德国的新天鹅堡 这座十九世纪晚期的建筑 是迪斯尼城堡的原型 也是这个国家最热门的旅游景点 排队吧 马车 排队 车的两个 他真想坐马车 坐在这排 让人看 人太多 没有办法 我真的从未见过这么多人 本身他们很期待新天鹅堡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那一天会 火爆到那样的一个程度上 根本没有想到 我的天哪 我们去水不波来干什么 坐马车上去以后 桥上都挤满了人 这样浪漫的一个城堡 到时候都是人 它是有落差的嘛 所以它还是有点点失落 我觉得哇 怎么会是这样子 在回去的路上 发现他们又很累 都睡着了嘛 就想着必须得找一个东西 让他们心情好一下 所以我们就立马就想到他们去大吃一个 我要一个大盘鸡 这是中饭 谢谢 这是大盘鸡 你如果旅行这么长时间 不吃中餐肯定会想吃 刚好我经常去那家中饭鸡 是专门卖 大盘鸡 真的非常好吃 地道的不能够 这个面拉得也很好 软硬吃粥 味道不得好 我这个鸡肉正好 雷涛很受责任 经常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情绪上的变化 及时地更改我们的行程上的一些安排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作为一名旅行定制师 雷涛致力于用最小的成本 为客户打造最大的惊喜 然而现实却不如他所想的顺利 我的房间在上面 结果是这样一个房间 是一个baby team 而且没有窗帘 你懂吗 没有窗帘 那怎么办 对啊 要订这样的一个酒店 住在一起 是为了节省费用 但是当我进门以后 我发现是开放的 我觉得这太不合适了 他们毕竟是蜜月 然后我就立马帮他们放好东西 出去重新找一家酒店去住 走了 拜拜 我觉得我们看到那个房间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一块住也很热闹 但是呢 雷涛他是很替我们着想 很替我们考虑 我们很理解 然后也很感谢 雷涛周密的考虑 获得了客户的认可 然而他却要为自己工作的事物买单 那天还下着雨 因为我的行李箱里面 还拉着客人的东西 就到处去找酒店 找一家没有 找一家没有 整个过程真的非常的 让人觉得非常难过 都很失落 很多人呢 都会觉得旅行定制师 是一个非常光鲜的一个职业 你再去看背后 工作的过程中 是一种紧绷的状态 工作从来不只是一个 关乎生计的话题 和雷涛一样 无二之旅的旅行定制师珊珊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帮助更多人 实现专属旅行的愿望 我们俩就是有听力障碍 然后也是宿越旅行 所以期待特别高 我们不想跟一船 不大跟他 跟他的话就不自由了 我们结合好 我们这两年 没有机会出去宿越 我们这基本上有那个天力障碍 而且我们英语也不太好 家里也不太放心 没有说我们两个人 完成自己的当族的旅行 没有过 但是叔叔 这次就相当于你们是 两个人第一次独立的 想要出国去旅行的吗 对对对 你们是想要去哪里呢 我们想去西班牙吧 对 我们两个特别喜欢西班牙 西班牙 有听力障碍的小雪和大龙 希望在没有旅行定制师的陪同下 完成人生的第一趟独立旅行 这让定制师珊珊 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细节上就需要考虑多一点 担心他们这车听到爆站 让他多一个移动WiFi 然后用那个手机导航 在其他的餐厅里面会有 入住的时候 如果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材料 比如像护照之类的东西 对方可以打那个体制卡上面电话 就是我留了我的 还有客户经理电话 大龙和小雪满怀期待地 踏上了他们的蜜月之旅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 旅行定制师雷涛 正通过自己的服务 让客户感受旅途中不一样的乐趣 雷涛将客户德国之旅的最后一站 安排在阿末湖 他相信这里将为王浩夫妇的蜜月之旅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很多人不了解这样的地方 他以为德国就是新天鹅榜 就是柏林啊这样的东西 但是当你看到另外一面的时候 会发现我去的地方就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推荐给他们的原因 为了阿末湖 因为突然 突然相迎接觎了 在家里最高的 像阿末湖那块 是整个德国形成里边 就是感觉到最放松的那一天 那天天气还特别好 然后随便逛了就感觉很放松 如果我要到别的母团的话 就一定会来这种地方 他们说过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很值得 雷涛为客户准备的惊喜并没有结束 他希望以一种别致的方式 让客户对这趟蜜月之旅 印象更加深刻 我们俩一起 这一边一边一边 我们的人都要来这里 所以我想带你来这里 准备了一个小东西 给你 谢谢 你这个卡的呀 我帮他拿着 那边有一个重宝一样的 其实是小的市政厅 它就是当地人 结婚时候一定要来这边拍照的地方 他们也不知道我要去跟他们拍照 然后把头纱拿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哇 那种感觉 觉得他们还挺开心 还挺感动 看我了 希望他们在阿尔卑斯山的见证下 就是爱情能永久 这样的感觉 不能更漂亮 这个颜色 在德国的最后一个夜晚 雷涛和王浩夫妇 进行了一次敞开心扉的对话 旅途中 他们问我这个品牌 那个品牌 我都没有办法打给他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是很 觉得很不舒服的 但是我发现真的是一块鱼 因为欧洲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是购物是一大多项目 比如说RV这个包 哪个国家最便宜 你在哪 在哪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对 其实我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才OK 我希望大家这种程度 你知道我晚上 这种事本来不讲 我晚上的酒店 一直在砍 希望能干涉你们的节奏 希望能跟着 没关系 我把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 都讲了出来 其实他们 我没想到他们其实非常理解这些事情 包括购物 就是你知道 之前在这生活也罢 学习也罢 就是在德国一个苦逼的留学生 可能买衣服啊 就是HM ZARA ZARA都有时候都先贵了 之前学习的时候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去触碰它 其实这趟旅行 你们也教了我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想 我回去以后 一定要恶补这部分知识 尽管我自己接触不到它 但是我的工作是 应该是很有很有用的 对于我来说 我可以帮助别人去做这件事情 雷超呢 对这一半的安排 我们是特别满意 所以那天晚上 大家也很开心嘛 然后也都是性情共人 一块儿喝个酒聊天 我觉得这很好 新的好日 这里的山路是大碗 返程的航班 结束了这段蜜月之旅 对于王浩夫妇而言 这种全新的旅行方式 提供给他们 另一个看世界的视角 而对于雷涛来说 如何真正把每一段旅行 做到量身定制 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听 但无需发的第二期节目 我是淡淡 今天我们请来了 另外一个 也是《淡姐创业》之前的嘉宾 蔡英先生 给大家摆个招呼 《淡姐创业》的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无二之旅的蔡英 首先你看 今天招的是旅行定制式 那首先呢 你肯定要是非常热爱旅行 要对某一个地方 非常的熟悉 那最理想话的话呢 是从小在海外 某一个地方长大的 那他就有一些 独家的这个推荐 那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 因为有的人 他可能自己很会玩 但他未必就说 没有总结和归纳能力 对 总结和归纳能力 那无二之旅 在这边有什么 给求职者的一些 隐性福利没有 比如说你有十天年假的话 你如果拿你的这个 假期出去旅行的话呢 公司会还额外给你 每天一千元的 这个旅行基金的屋主 每天一千元的居住呢 对对对 同时呢 我们也会就是每个月 至少派我们这个 两个小伙伴 在世界各地考察 跑到回来之后呢 把这些做成一个这个报告 然后可能跟周围的 这个旅行定制师 和旅行部的小伙伴 首先来分享一下 这次旅行当中的一些收获 记下来一些重要的点 进入到我们这个 系统的数据库里面 有听力障碍的 大龙和小雪 在定制师珊珊的帮助下 完成了自己的 西班牙蜜月之旅 旅途结束后 他们特地来到 吴尔之旅 和珊珊 分享他们的蜜月之星 这是巴塞罗纳吗 嗯 对 好蓝啊 这叫海鸟 哦 球场 对 那天那个球场是六比零 我当时在水里面看 你们说六比零 我都很激动 他们每天都给我们发微信 说我们你们在哪啊 怎么样啊 顺不顺利啊 那每天我们看到这个 特别感动 那段时间都连续 被他们的照片刷屏 他们很喜欢拍照片 看到他们俩 发自内心的 去跟大家分享 旅行中的东西 我们都挺为他们高兴的 我们这次出来之后 我觉得旅行特别美好 无二之旅所倡导的定制旅行 受到越来越多的客户青睐 为了庆祝公司业绩上升 创始人蔡韵 组织大家举办了一场厨王大赛 做什么饭呢 当然就是要跟我们旅行相关 对不对 跟我们这个各国的背景相关 然后就想要可以做各国的菜 我要做东西练 做只熟牛绿上生鱼 这道菜叫巴塔和尼亚煎饼 本身是想做一个煎饼 其实前面将我们的罐子 不太重了 比如说法术玻璃 是西亚煎饼 巴塔和尼亚煎饼 因为是白鸽饼 重点的煎饼 我一说了 我的是它是西亚里面 所以就叫做 一两笔的话 一笔 做的是西班牙的 塔塔吃 我要做一个老母酒的 蔓越莓饼 然后要做一个蒙果蛋 大家现场就拿一个积分器来打分 是每个人拿着自己的现场打出来的分数 然后就现场拍张照作为证明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跟我很多大学同学相比 他们都非常羡慕我说 李伯源他大学四年没怎么学习 课也不上 然后莫名其妙地进了一个 他们非常羡慕的公司 不是说你大学四年 非常努力地去学习 投一个非常精美的简历 就能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 挣钱其实是次要的 可以把自己的兴趣 当做一份事业来做 挺好的 旅行定制师雷涛 再次踏上前往异域的征程 无二之旅所倡导的定制旅行 引起了海外的关注 北欧旅游局邀请雷涛前往丹麦 进行旅游线路考察 我们这次的考察的目的 就是去看一些 很适合办婚礼的场地 或者一些很适合度蜜月的场地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丹麦是同化的故乡 丹麦不止于同化 其实真正的北欧 还是没有被大家所了解 我们可以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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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明天在晴天 你会参加厅家 他会带我们 这个装修简约古朴的酒店 是丹麦旅游局计划 为中国新婚夫妇准备的婚房 希望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大房间 我有一个惊喜吧 快点了 哇 好复古啊 哇 好温馨啊 这酒店唯一的好处就是靠海 靠近波罗的海 就在岸边 然后住起来 那边就是波罗的海吗 丹麦旅游局提供的住宿酒店 完全符合雷涛对于北欧的想象 可他同时又担心 这样设施老旧的酒店环境 难以满足大多数中国游客 对于蜜月之旅的憧憬 无二之旅的定制师们认为 入乡随俗才能真正体验到定制旅行的精髓 可在许多中国游客眼里 奢华和气派 才是行梁旅行质量的标准 而这种观念的冲突 并不止表现在酒店的选择上 这个城堡 它的女主人跟安徒生关系非常好 安徒生经常来他们家做客 所以这里直到今天 还保留着安徒生经常来他们家做客时候 那个房间 看这里都是以前安徒生的东西 其实这也是丹麦这么让人喜欢的原因 全都跟童话有关 如果想在这个城堡里面举办婚礼的话 必须把整个城堡抱下来 然后你可以用城堡里所有做的一切 这个城堡最有趣的就是对面有很多山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打猎 可以短暂的用几天体验一下这种贵族的感觉吧 因为它曾经也是属于王室的一部分 但是北欧我觉得效率很高 你去北欧你会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的游客吧 比南欧或者西欧或者中欧东欧都要少很多 对于许多选择出境游的中国游客而言 相对于为文化买单 他们更青睐于购物 我的客人购物需求值非常大 这方面其实是水游的 客人进入到那种状态以后 心情是有落差的 怎么会是这样 这个城堡里面一共住着三个幽灵 第一个幽灵是城堡主的女儿 好像去世了 他们没有把他女儿给埋了 而是把城堡的一面墙给掏开 把他女儿尸体放进去 当你进入城堡 城堡主还会给你渲染 今天晚上关好你的门 小心他会敲门 雷涛入住的城堡是幽灵古堡 各种奇幻传说 曾为这座古堡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而今天许多异国新人分之踏来 希望在这座童话王国的见证下 爱情能够长久 去年一共有61场 所以在这里举办仪式 可以开派对 然后可以住在上面 一共有34件双人堡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这样的城堡 这样的风景 然后这样的故事 包括童话 安徒生 包括这样的花店 糖果 在这样的地方 如果能给我的客人搬一场婚礼的话 我像我自己都会很激动的 哇 实在无法想象 他们用这样的树木的落叶 然后这是种子做的花朵 做装饰 它是美丽的 美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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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美丽的 我认识 《Made in China》 是很 popular 我认为它很印象 对于《无二之旅》这群年轻人而言 定制旅行的本质在于改变 而非一味赢口 这群野心勃勃的年轻人 渴望掀起一场新时代的旅游革命 尽管道路漫长崎岖 但他们一路奔跑 只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与这个世界相遇 美丽欢迎你 让我相信 都要不起 有勇气 就没有 进去